公元627年,玄奘开始西行,大概两三年时间,玄奘走到了伊吾,金新疆哈密,在艰辛跋涉的漫漫长路上,忽然有一队人马,带着后里张灯结彩家道相迎,让玄奘又感慨万分又措手不及。 连夜奔波赶来迎接的人,正是当时具有屠戮三藤地的高昌国国王须,须文泰。 须文泰不仅是个虔诚的佛教徒,对于玄奘的名望也早有耳闻,他听说玄奘已经接近高昌国时,便以最隆重的礼节发出了邀约。 抵达高昌国的玄奘,受到了最高贵的礼遇,甚至在他登台讲法时,须文泰愿意亲自跪在地上当作台阶,但须文泰这番举止也暗藏私心,作为自己最喜欢的偶像, 怎么舍得玄奘离开,当然是,软禁起来。 一心只为悉行取经的玄奘,先是找到屈文泰哭诉心智,后又不得已以绝食相抗。 屈文泰眼看法是要把自己饿死,又心疼了,赶紧下跪谢罪,恳请玄奘进食, 只要身体健康,爱干嘛干嘛都行,求你了啊。 而玄奘也看出屈文泰对自己是真爱,便改变计划,在高昌国多待了一个多月。 屈文泰对佛法求之若可,对玄奘一息心照顾,玄奘才学广播,日夜讲法, 养人逐渐成为彼此人生里难得一遇的知己。 不久,屈文泰举行大典,和玄奘结为异性兄弟。 接下来,屈文泰不仅倾尽财力,支持玄奘西行, 还连发二十四封通行文书致殿身后的西域诸国, 表示,玄奘为自己的御帝,等走到你们那了要多担待了。 电视剧西游记里的唐僧,常被称作御帝圣僧, 看起来像是唐僧和唐朝皇帝伴过霸子, 实际上当年唐太宗并没有批准玄奘西行, 玄奘从长安出发时冒月宪章,私往天竹, 一路从封沙中走来,在遥远的西域能得到一个人这样的等待和厚爱, 若是回顾苍苍来路,更方知情深意重。 六百三十年左右,玄奘离开高昌国继续西行。 面对屈文太的恋恋不舍,他许下承诺, 取经以后一定返回高昌国,把世间最好的佛法讲与拈听。 兜都护,最早出现在西埃时期,都意为全部, 互意为为监护,保护,合起来就是,全都保护起来。 大有一番可亲可爱的怜爱之意。 既然决意要保护好一方子民,必不可少的就是军队, 所以都护府,也是国家为边境人民设置的军事机关, 一能抚卫诸藩,二能局民外扣,相当于现在武警和解放军的合体。 曾经的大唐总共设立过九个兜护府, 到唐玄宗时期确定出六大兜护府, 分别是安西、安北、安东、安南、蝉瑜、北平, 在不同区域各自将突厥、回哥、墨河、铁勒、市围、契丹等, 可能侵犯我们的游牧民族给丁牢了。 640年,屈文泰和西突厥,联合占据了西域商路, 扣押了唐朝商人和使者,唐太宗派兵征伐高昌。 这一年,屈文泰在唐朝军队还没有打进来之前, 就在惶恐中病逝。 换句话说,高昌这个位置太重要了, 恶守在天山南路的北道咽喉,是东西交汇的药充。 以大唐的国力,扩张的版图迟早也会覆盖高昌。 高昌灭国以后,唐太宗在此地先设下西州都护府, 不久又在不远处的交和设置下安西都护府。 接下来二十余年,安西都护府几次遗址, 每一次搬迁也都伴随着唐军在西域管辖范围的扩大与冥王的提升。 公元六百四十八年,安西都护府牵制秋辞金库车, 同时,在天山以南的燕琪,燕琪,秋辞秋辞, 舒勒金喀什和昆仑山以北的榆田,金河田, 设置四座军事重镇,视为安西寺镇。 后来为了方便掌控天山以北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区域, 又用岁月镇,金吉尔及斯斯坦境内, 替换了最东边的燕琪镇。 安西寺镇,成为唐帝国控制西域的最强防线。 在北亭都护府分至天山以北前, 安西都护府的管辖范围也异常广阔, 北起阿尔泰山,南至昆仑山,西边一直管道如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咸海, 咸海马上就要消失了,那真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岁月。 公元685年前后的安西都护府, 643年,玄奘准备从印度返城。 他拒绝了印度国王派遣船队护送席从海陆归国的美意, 而是执意要走艰难险阻的陆路, 因为他还始终铭记着和屈文泰的约定。 在抑郁的近17年时间, 玄奘已经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佛学知识, 但他唯独不知道,世事也已经变尖。 下次你经过,世间再无我。 等玄奘走到高昌时, 他才发现高昌国竟然已经消失, 这个世界也再没人叫他一声欲递, 曾经有一份友谊摆在我面前, 我没有珍惜, 如果给我西线, 我希望睡以外年。 西行的路上没有紫霞仙子, 没有悟空, 这样的新生, 是玄奘想说的。 645年, 玄奘回到长安, 全成为之轰动。 这一天的景象也许在玄奘的心中是波澜不惊的, 因为这一幕他在多年前就已经经历过, 在他没有取得真经之前, 他就已经看到过此生最厚重的情深义切。 玄奘在长安设立一经院, 完成了大唐西玉记的著作, 书成以后, 他为驱文派的儿子送去一本, 了却平生夙愿。 安西都护府向来都不太平, 土藩, 回胡势力, 一直在这里此消彼掌。 唐王朝爆发安史之乱后, 朝廷抽调戍边将士回中原平叛, 西部防务空虚, 土藩趁机攻占了河西走廊, 安西都护府也从此和中原断绝了联系。 公元766年前后, 土藩攻占河西走廊。 直到十多年后, 长安龙以上的唐德宗, 忽文远在西域的安西, 北亭都护府, 竟然还没有失陷, 震惊不已。 唐德宗声泪俱下地口述了一道封赏, 所有官兵将帅, 连升七级。 但是, 远在安西的士兵, 已无法真正享受这份殊荣, 留给他们的, 只有等不到救援的浴血奋战。 从唐德宗的诏书里, 我们还能读出其中的血泪, 自观拢失守, 东西阻绝, 忠义之徒, 气血相守。 790年, 北亭都护府失陷, 安西四镇也从此失去联系。 公元790年孤立无人的安西都护府, 没有人知道那些士兵们, 在怎样为国家厮杀, 也没有人记录下他们最后的英勇, 精锐强悍的安西军, 无一人生还。 更令人动容的是, 学者从史料上的线索推断, 安西都护府可能一直到808年前后才彻底陷落, 也就是说, 在与中原失去联系以后, 安西军苦苦支撑了近半个世纪。 如今安西都护府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, 只有这个名字还不曾被遗忘, 不仅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繁盛时代的荣光, 更是因为它的背后, 是无数人的肝胆忠肠。 关注地球旅客, 好文章不错过。 原创作品, 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。 图文未经授权禁止转载, 摘录。 各平台账号, 搜索地球旅客。 嗯哟 哟